香港有人煙的時間就是開始了 最古老的旗袍是怎樣 二十年代已經開了 做到我看已經第三代 旗袍是清朝滿族 旗人所穿的便服三百多年 是改良了一點 就一直一直 就是以前闊蒲帶袖的 日本去和服 代表日本的服 但我旗袍現在可以代表我中國的服裝 你被穿晚裝 暴露的聖金出來 但我旗袍不是全包著的 是包著這些聖金 就流露屢性的一種曲線味出來 所以我給你 六七六十年代都是黃金六十年代 上班穿祈福 做事穿祈福 去街市買菜穿祈福 入錘工穿祈福 50年代的情況 一直在香港西化 路路忍不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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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真的變得以恋徒 往後都變成麗布 做妝東西是一種藝術來的 一種藝術品來的 我們中國一種手工藝AI 即是我做幾十年也好 每一家女士的身材完全不同 是不同的 等你打埋着的铺很不同的 大肚腩应该怎么拿位 韩贝英应该怎么拿位 哪大哪小应该怎么拿位 一件衣服做得好不好看 完全是个师傅问题 不是人他的身材问题 因为我们做几十年 都是靠一种后悲 靠熟悉 靠感情 什么人有 平民百姓 八官贵人 甚至是有的 内地解放的时间很多就是 怕共争党走来香港 哪个手工就请我回来 全香港范城的时间做期比好些 超过 超过百百 我一学习我的手工 没有那么漂亮的手工 为什么现在没有 现在这么小师傅 第一 有些上升了 有些东西有 上年纪的 已经七十几八十岁 有些没有人肯入学 甚至有些 和我走来问我 我想学 我来玩一下 那些有 我都这么紧要 你 大位师傅有兴趣 那些时间才教你 有很多 但是我有些什么 我们先讲情绪给你听 我先去和他 哪个是对的 那个 穿 那些有些人穿 越长时间越长越长越长越多 更加没有人可做 前景不是好 是我们这些 这么执着 对奇保这么喜欢 这么热情 这么有兴趣 那就有现在 我看你了